旅宗的天使人世伯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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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非常尊敬的华年县习县长 我们华联县政府教育处劳处长 以及我们华联县议会 张预长 秘书 刘先生 以及各位校长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我们华联县政府的全体同仁 大家下午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非常荣幸 今天悟到能够到我们华联县政府 来代表家师上镜厦工老和尚 见证我们中华传统文化 圣贤清典的这个见证仪式 那么我们习县长 这个邀请函 也悟到昨天 来到台南 亲自交给家师敬老和尚 因为年纪太大了 94岁了 现在出门有些不方便 因此悟到就来代理教师 来这里参加我们这个 金正仪式 那么家师敬老和尚一生他提倡教育 他是看到现代这个整个世界 全人类都重视物质经济的追求 大部分以这个为主要的 那么在这个精神 人文文化方面 大部分都舒服了 实际上当然物质是我们人类生存 首先需要的 在佛门里有一句话讲 法轮未转十轮弦 法轮就是佛法 这个法轮还没有运转 十轮就是吃的 那你能添饱肚子 那才有心情去听经文化 所以佛门 他晚客放那个小蒙山 施食 施食就跟一些众生结 先付出饮食给他 让他先吃饱 然后再给他说法 那吃饱肚子 他才有心情听经文化 所以佛门有一句话讲 法轮未转十轮弦 就是含药奖金说法 请供养众生饮食 那么饮食属于物质方面的 那么物质方面 我们的需求已经得到了 那下面呢 下面就是精神生活就非常重要了 精神生活 那主要就是在文化 那么我们人 人生的幸福快乐 并不是有财富 有地位 他就会很快乐 他就很幸福 这个不一定 最主要 看有没有文化的这种修养 这个文化就是提升我们精神 提升我们灵性最主要的一个动力 这个就是属于教育方面的 现在这个教育比较偏重在科学技术 在孔老夫子他的教学 当然他有 是道德仁义 道德仁义 是那个艺术 那个义 那个义 就是 各行各业 这是技艺 文艺 武艺 包括现在的科技 在古代有六艺 所以这个义这个字就是我们现在讲各行各业 所有的 包括在那个字里面 那么义 他在最后一个 第四个 道德仁 那么道一般人比较不容易理解 德也不太容易理解 这个孔老夫子教学他从人 人爱这个人 这个一般人比较容易体会 这个人 的根本 是在笑 所以伦理讲 人的根本是从笑来的 一个真正有人慈心 在佛门讲有慈悲心 他这个根源也是从笑到 那等一下呢 也为真正我们的县长 这个 一幅这个台中姜老师 姜一子老师画的地藏本宴经 图画 这个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 那我们儒家呢 在我们中国儒家有孔子 读一部孝经 这部孝经里面也讲 孝替之志 同于神明 所以孔子是代表世间的圣人 释迦牟尼佛代表初世间的圣人 世出世间圣人 都替上孝道 就是慈悲心 他是从孝 这个根源所生的 卢家讲的这个仁爱 也是从这个孝亲 这里所产生的 如果对自己的父母 不种得去孝顺 去孝养 他说对谁好 那个不是 出自于内心那个爱心 那可能是有一些 厉害关系 那不是道义 利益 那不是道义 道义 他是建立在仁爱的基础上 仁爱建立在孝涕的基础上 对自己的父母都不能孝养 对自己父母都不爱 那时候会去爱别人 这个也不是真实的 所以这个教育 它是从教肖开始 所以孔老胡子 他教学 就是道德仁义 道德仁 它是一个根本 义是织末 所以德者本也 才者末也 德就是 作人的根本 那才义 是织末 那么有这个德 我们这个才义发挥 都是正面的 正能量的 如果没有这个根本 这个道德的根本 这个才义 可能它会用在 负面 那就不是 完全是正面的 所以德者本也 才者末也 两方面都需要 所以 德就是发挥在这个才义的上面 来服务大众 为家人 为社会 为国家 为整个世界 佛法讲的是最大的 为一切众生 来服务 这个是 用在 完全是正面的 完全是利益众生的 而不会即使 损害众生的 这佛法 跟儒家讲的是 一样的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花年县政府 习县长的代理之下 能够 发心来 推广 这个伦理道德 因果教育的 这方面 实在也是功德无量 特别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全世界从幼稚园到研究所没有这门功课 现在从幼稚园到研究所 都是只有道德仁义 那个义那一部分 教你技术 教你钢琴 教什么什么 那些都是义 义的部分 但是怎么做人 这个怎么 效仰父母 人跟人怎么相处 那这个 这方面都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了 他回家 再对父母都不笑了 现在社会上 杀户杀母的很多 以前说 这个 惊天动地的新闻 现在好像时有所闻了 最近好像 前一阵子 不是桃园有一个 就是说把他母亲的头砍下来 把他都丢下来 听说还判无罪 那这个 我们并不是说鼓励 这个刑法判罪 因为在孔子伦理讲 不教儿法为之灭 就是说你没有教育他 没有人教他效仰父母 他不知道要效仰父母 甚至他去杀害父母 他不懂 那没有人教他呢 他犯这个错 给他抓来判刑也不对 也不合理 就是你教了他 他明白了 明知故犯 那再去处罚他 这样比较合理 那现在呢 全人类都没有这个教育 就是定法律 然后犯错给他抓来判刑 孔子说这个叫灭带人民 这个是不对的 是不合理的 没有人教他效仰父母 所以我们 像这个现在社会发生的案件 杀父杀母的 我们可以去请问调查 问一问 你小时候 你爸爸妈妈 你的老师有教你孝顺父母吗 再问一下 恐怕答案都是没有的 因为现在教科师 没有这些 教人家孝顺父母的 长大的不孝父母 甚至杀爱父母 然后定着法律 把他抓起来判刑 这个孔子说 这个不合理 应该要教育 要教他 那么我们 发廉县 也可以说 在我们台湾 甚至全球 我们在习县长的带领之下 能够带头 做一个示范 让全球的人类 给他们做个示范 做个榜样 让他们来学习效法 就从我们发廉做起 我们见证 这个中小学 也希望很多的 小朋友同学 甚至家长都需要学 因为在学校老师 如果说教他 教他这些伦理道德 家长他不知道 他也不会支持 所以我们也希望家长 老师家长 同学都一起 大家一起来学习 包括我 也跟大家学习 也是跟大家一起学习 希望推动这个全民 大家来学习 深贤经典的教育 那么我们人生 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不管我们有钱没钱 都会过得很快乐 你看孔子 他的学生 也认为最没有钱 他过得很快乐 子供最有钱 他也过得很快乐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知道 这个文化 精神生活 非常非常的重要 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我们花园县政府 坚书的仪式 也非常感恩我们县长 与我们教育处劳处长 我们县议会的议长 全体议员 大家都能够支持 那更难免可贵 我们花园县的这个学校 这个校长 我们社等法人 花园京东协会 前典议国小 曾校长 他现在我们就请他来 我们京东协会担任理事长 那以前 他在当校长 我们就去接他学校礼堂做法会 那也非常感谢我们曾校长 以及我们花园县的 学校的校长 中小学的校长 老师还有同学 我们前途同仁 大家发心的付词 这个传统文化的传播 学习弘扬 大家功德无量 那么舞蹈就简单跟大家讲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六十吉祥 身心健康 事业顺利 合家平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